平面媒体报导 全国有51个乡镇 没有健保特约药局 其中有27个属于岩乡地区 凸显出偏乡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 在桃园复兴开设药局两年的药师说 当初也是考量人口素 评估之后才来开业 我们会有一个合理调剂量 一个要我这边的话 最多一天我只能调剂100张处房钱 如果超过这个100张 那我的调剂费 就会被减半 然后超过120张 就完全都没有调剂费 这只要加差的部分 药师说到健保药局有特定数量 处方间调费剂的健保给付 不过就复兴区来说 每个月平均仍然会开出 1700到2000张的调剂量 他希望政府能放宽给付条件 而药师工会则是建议政府 提高偏向地区健保点值 政府应该要长时间来规划 就是说怎么样鼓励他们去 我认为最简单就是保障点值 就是说再来就是说 我保障你给付嘛 针对原乡医疗资源不足 健保署表示 目前正在推动的 IDS3D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提升计划 以让区域医院医学中心 与3D离岛地区医疗院所合作 每个月提供定点门诊 医师工会则是建议 政府应该开出诱因 提升医师药师 千万开业的医院 原先新闻 西安娜达Q桃园复兴采访报导